三名的话 那就是先做前三名 再做倒数后三名 那这样把它加在一起不就OK了 所以要怎么做 其实一般习惯是 可以怎么样呢 先把它分阶段 就是先做第一个 先找到前 应该是第三的排第三的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把这公式 可以把它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重新再插入一个 就是在Large的外面 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三名符 那这个三名符呢 当然一样我讲过 Range指的是 我要比较的范围 我要比较的那个条件的范围 就是工资 生的工资 那Criteria请你把这个公式贴上去 那个公式 再把它剪下 插入一个三名符 然后Range这边给一下 那刚刚的公式把它贴上 但特别注意 因为现在是这个条件 会变成第三名的公式 可是我现在要的是 一个是大于等于它 所以关键来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大于等于 请记得它一定是一个字串 一定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要怎么叙述呢 大于等于 这边大于等于 那后面的话记得 如果你要跟后面这个公式串的话 请你记得一定要什么 一定是要文字 所以用什么 and的符号串接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还蛮关键的 因为你插这个步骤的话 你做错 你就不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它一定是先给它一个运算符号 应该是比较的运算符号 是大于等于 那后面呢 因为它需要 critical一定是需要一个文字 那它文字的话 一定是and的符号串接 那后面这个东西呢 带过来的本来是一个数字 那特别是在VBA或Excel里面 只要遇到and的符号 一定就会把后面东西 由数字变成文字 所以它过来之后 它会把薪资怎么样 加上那个 本来没有钱货带号 然后就帮你加钱货带号 然后把两个字串串在一起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已经找到 那个大于等于 那个 sum range的话 特别重要 如果你的range 跟sum range是同一个的话 那其实你不用再多识一句 如果同一个 这个可以什么 省略掉 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 range跟sum range同一个 所以sum range 空下来就OK了 所以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它回来的就是什么 前三名的工资 OK 后三名呢 其实很简单 有没有 应该我想大家应该改得出来 复制嘛 后面再一个加一个加 贴上之后 把那什么呢 这个改成什么 small 应该会 small 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small 然后呢 这个方向怎么样 改一下 改成小于 小于等于倒数第三的那一个 那并且帮我加 那这样不就什么 后三名 所以前三名加后三名 打个勾 做出啊 应该可以懂了逻辑吧 其实是真的还不复杂啦 没有太多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 可能大家会做错的啦 应该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运算符号串接 你后面产生的那个东西 其实这个地方如果OK的话 那后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一题 当然也可以把它改VBA啦 不过我没有提供 因为实在是写出来太复杂了 只是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一下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用VBA写出来 不过也许你刚开始写的 不是那么流畅 或者写的程式很多 反正你可以写出来就好 也可以试试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那个SAMIF的 其他补充的范例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那个 后面几题 我觉得比较经典的这个 再来就数学函数里面 请各位就是 在开启数学函数之后 切到那个count这些相关的函数 那请你找出这个范围里面 几个讯息 这个范围里面请你告诉我 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是数字哦 所以像这个是不是数字 这不是吗 这是不是 这不是 这个也不是 所以里面有几个 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去数的 所以你要找出 那个什么 哪一个函数 是数字的告诉我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你告诉我里面有资料 有资料就当然包含数字 跟其他 只要不要是空下来的 第三个问题 请你告诉我里面是空白的有几个 第四个问题呢 请你告诉我里面假如是数字 而且是大于30的有几个 所以有四个问题 应该知道是数字的 是有资料的 是空白的 还有是大于30的 请你分别告诉我答案 其实如果你懂得 这个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 抗子相关函数 刚刚那四个问题 一下就马上得到答案 其中尤其是那个大于30 那个函数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会用的话 后面有几题 你就可以很快做出来 这样后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黑名单 什么叫黑名单 就是这也是同学问的 我觉得这一题还不错 就是说他每天都要看新的名单里面 有没有是黑名单里面 有的话就把是黑名单的把它拉到 就是把它列出来 他以前光做这件事 他要做一整天了 后来我跟他讲说 其实你用一个函数就搞定了 而且一键按下去马上就OK了 他至此以后 他每天过着非常幸福快乐 原来是这么简单 对很多事情就是会做就很简单 不会做的话 就慢慢在那边弄 看他弄半天还是弄不出他要的东西 这很多东西其实并不复杂 真的要掌握最重要的部分 试试看 请各位待会把011的部分做完之后 再想想看 我刚刚讲查出某个范围是数字的 有资料的 空白的 还有大于30的 可能有四个问题 也许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 那这边当然能够做出要的效果的方法很多 不过我们当然尽量就是说 用最快的方法可以把很多的问题解决 这样的话自然而然你效率才有办法提高 效率要提高在Excel里面 不外乎就是你一定要熟悉 里面的最重要函数 一定要 我是觉得一定要很熟 想到这个 答案在那里 如果没有对应的函数 那记得用VBA 因为很多地方是真的没有 没有怎么办 很多人说 有什么功能 没有自己写 就解决了 OK 所以怎么办 所以你的慢慢 至少你要先掌握本来 就是Excel已经给你的东西 它有的功能 再来就是如果没有 那你就是要把它创造出来 那个后面 创造出来那个部分 其实是比较有价值的 前面可能就使用原来有的 后面是你创造出来的 哦 我们下期再见